天文一號著陸巡視器 星期六早上大約7點18分 成功降落火星 著陸點位於火星北半球 烏托邦平原南部的越旋著陸區 國家航天局是根據火星探測車 觸容號發回的遙測訊號 確認成功降落 現在我宣布首次火星探測任務 天文一號探測器 著陸火星取得圓滿成功 中國是繼美國之後 全球第二個登陸火星的國家 而且是一次任務 實現了 著陸 著陸 這麼一個任務目標 著陸程序 兩點展開 在火星軌道的環繞器 和著陸巡視器分離 著陸器運行到距離火星表面125公里高度 進入火星大氣層 並且藉助火星大氣減速 將下降速度減少九成 之後打開降落散 將下降速度降至到每秒100米的時候 再開動發動機 作動力減速 並在緩衝機的保護之下抵達火星表面 因為火星和地球的通訊延遲大約20分鐘 整個歷時九分鐘的著陸過程 由天文一號自行主導完成 著陸器的任務暫時完結 交由它搭載的火星車觸容號做剩下的落地陷探工作 拍攝著陸點的全景影像 觸容號的太陽翼、定向天線等都已經展開 下一步是自行檢視機件 大約一個星期後會駛離著陸平台 觀察和感知周圍環境 並且將數據傳回地球 由指揮中心設計陷測路線 90個火星日的任務 會研究火星空間環境、地貌特徵、土壤表層結構等 並且收集有關溫度、氣壓等的大氣數據 並且研究磁場和力場 副總理韓正和劉鶴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觀看著陸 劉鶴宣讀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賀電 說天文一號探測器著陸火星 賣出中國星際探測精程的重要一步 是火星上第一次留下中國人的印跡 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又一理晴悲 有線電視記者 出山報導